今年上半年 全美枪击事件急速飙升 似乎完全失控 目前已成为两党不能逃避的问题 因此国会参议院昨天晚间 表决通过了一项枪支控管法案 而这项法案也成为美国几十年来 在枪支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根据报道 在昨晚的投票中 有65票为赞成票 33票为反对票 值得注意的是 有15名共和党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赞成 这一情况相当罕见 据悉 此项枪支控管法案 包括对18岁到21岁的构枪者 采取更加严格的背景审查 执法人员可以通过检疫程序 查扣那些被定性为危险人士的枪支 以及加强校园安全建设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等 根据程序 接下来众议院将对该法案进行表决 表决通过后将由总统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而外界也猜测 此项法案将有机会成为数十年来国会最快通过的重要立法 自今年5月以来 纽约州布法洛市和德州尤瓦尔地市的一所小学 先后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功造成至少31人丧生 这两起事件随即引发全国范围对控枪的讨论 多地爆发大规模游行呼吁控枪 因此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后 总统拜登立即发文表示 由瓦尔迪和德州小学的遇难者家属 以及之前众多枪案事件的遇难者家属 一直以来都要求政府有所行动 今天我们采取了行动 因为这项法案能够使在学校和社区里的孩子们更加安全 根据报道 该版本法案由参议院两党议员 经过数周闭门商议后才最终达成一致 法案中并不包括前民主党坚持的 禁止出售大容量弹夹 加强对无证枪支的管制等内容 而国会上一次通过联邦控枪法案 还是在1994年 当时通过的法案 禁止生产民用突击步枪和大容量弹夹 但该法案在通过的十年后便失效 此后 尽管全美的枪支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 但国会方面 一直无法在控枪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今年5月 量级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让更多人意识到控枪的迫切需要 而快速地通过法案 也显示以法律途径做事前防范的必要 让不安的人心稍微得到疏解 但是法律只能阻止外在的罪行 当罪恶的念头刚在心中浮出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正确的判断力 不让他成熟呢 圣经的话说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18岁以后是法定的成年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然而孩子未成年前 家庭、学校、社会 是否有爱的浇灌 给予正确的价值观 却是法律无法触及的 这些需要似乎都提醒我们 更多关怀周围的人 为这个社会祷告 开录者视频从今年1月起 在YouTube频道 推出了一档全新视频节目 他是谁 内容主要是根据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平事迹 是专题式的查经和灵修节目 共有16集 每集不超过10分钟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 和第三个星期一中午播出 欢迎收看 不论是不是基督徒 都会从所分享的内容中 得到帮助 对主耶稣基督 有深刻和正确的认识 因为那是 下一团阅 板 这条 大概是 比 预计